暫時我覺得過兩天才會有後勁 暫時都是平常心 現在我自己不太覺得是尾場 現在覺得是七場之中其中一場完成了 好像跟早兩天完的心情一樣 但我通常這些反應都是比較遲緩的 我過兩三天就應該會覺得很捨不得 戴軒哥說會鬆後抑鬱 鬆後抑鬱 對 他說要多約團隊出來吃飯見面 我都一定會 因為要很感謝不同隊伍的人士照顧我 這個節目才這麼順利 你有沒有不夠後抑鬱 其實是可以多一點的 因為你的聲音還有嗎 我有的 我明天錄音 明天錄音 我明天錄音 很吸引 因為機會難得 要珍惜可以做歌的過程 可以做歌的機會要好好珍惜 你為什麼不夠後抑鬱呢 你有沒有說想再可以多開幾個唱歌 就滿足了 就滿足了 我沒有想 我通常沒有 做人不能設定限制給自己 要衝破限制 唱什麼時候唱了 唱 其實又沒有什麼 呃 現在嗎 我沒有一個實質的數字 但是看來唱下去都沒有什麼問題 哈哈哈哈 會不會呢 又不會呢 因為 首先 體力上一定應付到的 因為 慶恆以前做過運動員那段辛亡 體力是絕對沒有問題 所以 其實前期的準備 我有去不停練習 我的聲音 聲帶的 Endurance 就令到自己可以每一場 就是不會讓大家聽到我的聲音很累啊 或者我唱了多少唱的那種感覺 你覺得自己 overall 幾個分 overall 啊 哇 我很少平自己分 七分 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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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好 要不是不好 哈哈 嗯 不是 如果 如果真的的話 我想可能 七十幾 是 那 這樣 那 都滿意自己表現的 我覺得 當然可以更加好的 我其實沒有試過滿意自己表現 就是出生到現在 就是總會有些東西可以好一點 我覺得這樣才是進步的根源 你覺得自己哪一場狀態最好嗎 哪一場狀態 其實今天的狀態都非常之不錯 我自己覺得 所以就是 又不是很特別覺得是尾場 就是 覺得是其中一場 而我每一天 其實 其實頭場和尾場 或者中間任何一個場子 我都是同一個心情去預備 就是 可能 我有沒有頭場說 特別緊張 然後尾場又沒有特別放鬆 我就比較平均一點 每一場都是 你特別喜歡練習嗎 我自己其實呢 我是很喜歡 其實每一部份都很喜歡 你們喜歡哪一部份 很難選的 怎麼選啊 撿紙碎 撿紙碎 你們真的要吵 要看那些 你說我們最喜歡的 是的 那是 每人喜歡的都不同 我其實 我覺得每一部份都 每一部份都很重要 因為每一部份呈現出來的都不同 但是舞蹈員那部份 是真的要很感謝他們 因為是很難得的 我最初去排舞室探他們 他們最初排這部份的時候 我是忍不住的了 那時候已經 是很感謝他們 因為我自己都不是一個 一個整天會情感外露的人 更何況要一萬人看著你 把自己最赤裸的感覺拿出來 所以很感謝他們 一來 願意把自己的情感拿出來 然後二來就是 很辛苦他們 因為每一晚都這樣做 一個很赤裸的 跟自己再次對話 其實是會挺累的 所以很感謝他們 是不是都忍住 我真的 看你有眼淚淚的 我也是 你忍住哭 但又說哭不可以收拾 是 當然 因為我要演唱 所以我不可以讓哭 影響到那個唱 但是 當初我不是在唱的時候 我在排舞室看 十四位的時候 我是真的流淚的 那 就是因為我在台上 所以 大家就好了 做觀眾可以盡情地哭 是不是 挺好 有 其實 今天都有 其實都有點淚水 但是 早幾天會有一兩天 自己感覺到那個情緒 特別複雜 特別濃郁 因為之後有些支持者 傳一些片給我 正在唱那一句的時候 兩滴 很大滴的眼淚 在旁邊滴出來 那 那個片段 我覺得都挺珍貴 Solo dance 是嗎 是嗎 大家看過背心 還是看我跳舞 很害怕 很害怕 小朋友才做選擇 是 成就解釋 都不是 我覺得是 在MIRROR裡面 長期的訓練 是 就是 由初初不懂得跳舞 那麼 跟著其他跳舞前輩 不停地學一下 學一下 那 就自己 不停地練 希望大家 看得入眼 當然繼續努力 是 一人分析多割 你剛才選擇一首 難度比較高的歌 我沒有說特別是 因為他難度高而選擇 反而是因為我喜歡這首歌 當初跳舞 其實我有想過幾個方向 可能是 自己再重新做一個音樂 就是用那個編曲來排一段舞 但是就覺得 如果我選擇一首MIRROR的歌 其實都挺好 大家又應該會氣氛都不錯 是的 當中那些 一人分析多一個是比較累的 但是 有練習 但是唱這首歌的時候 會不會特別掛念那些兄弟 因為這次要一個人做 在台上就沒有特別這樣想的 因為這次自己一個在舞台 就跟我們 之前十二個一起去演繹這首歌 是很不同的 當然 跟他們一起演繹的時候 是第二種風格 這次自己做的時候也是第二種 但有個高點的人做的機會呢 還是 反正 做得太少人的時間 哈哈 其實那個身形 是沒有特別為了演唱會去操 反而是因為 恆常的 正常的 做踏踏和運動 因為如果問我自己 這個當然不是我最好 最健碩的身形 但是我覺得 演唱會的重中之重 是在演唱上 如果我要純粹因為 我有件背心 我要穿得很健碩 或者很乾身 而去節食 去減的話 我覺得是會影響了我七晚的演唱 可能會用了我很多的能力 去那個身形 那我吃得不夠多東西的時候 我又沒有東西可以消耗 所以其實 那一部分純粹是因為服裝 配合整個氛圍 就不是說 我特別想show肌肉 所以其實 身形是不是最理想的 例如 如果對比起我之前 可能拍劇 或者拍廣告 可能要赤裸上半身 那些的focus點 就是 我會怎樣漂亮 身形如何好看 就會刻意去操 令到自己很乾身 但是這次我的focus點 一定是在演唱方面 其實每一位都很深刻 我今次在這個舞台 我稱它為交友平台 認識了幾位新朋友 因為幾位朋友 幾位前輩是我之前未合作過 亦都不認識 但是我覺得就像Yoyo所說 我們透過音樂認識朋友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每一位都很深刻 因為很感謝他們願意來做我的嘉賓 因為可能 如果好像我這些比較內向的人 一個素未謀面 又未聊過的人邀請我 我都可能要想一想 但是他們 大家都可以很爽快答應 因為可能知道 我有邀請他們的時候 其實很想邀請很多優秀的唱作人 來分享這個舞台 可能他們都會覺得 大家都是做音樂的人 大家都知道自己平時獨處做音樂 過的那些晚上是怎樣的感覺 很想大家一起去分享這件事 招架不住 是嗎 招架不住 是 看見你 是 其實我都預料到一個討論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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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邀請的 當然譬如有些其他歌手我沒有他的聯絡時找不到 而剛好世榮如果認識他 我就問世榮你可不可以幫我問一下這位歌手行不行 但全部都是由發自於自己內心上邀請的 自己主動邀請 你問世榮你可不可以嗎? 其實因為一開始知道自己有演唱會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有問他 想留定他 但當然他有自己的表演 反而我們之後就是在討論 大家一起討論 即是可以用一個怎樣的形式呈現這個合作給觀眾看 所以大家就會再談選什麼歌 最後就衍生了拍這段片給大家看 在各方面是否給了你很多支持 可能這段時間大家都忙 他有自己的表演要預備 所以這段時間是比較少一點的 但早兩年前初初認識他的時候 他那時候已經開導了我很多 我覺得那時候的開導是令到我之後整個人是好了 所以焦點不是這次演唱會 他幫了我很多 因為這次大家都忙 有各自的事情忙 反而是感激他以往的一些開導 又不是說要特意挑戰前輩 而是純粹歌想表達的意思和氛圍 就是我想在Rundown上表達和呈現的東西 是的 那今天AK的表演 大家說要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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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全部都有 但當然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朋友 不同的前輩 就是我們整個團隊一起合作做出來 但是當然很多的概念 可能細微到彩子 又或者是氣味 氣味我自己選擇的 就是很多這些細微的位置都是出自於自己 但是當然我自己做不了那麼多事情 是很多不同的台前幕後去幫忙才可以做到 所以這次我很開心 很開心 也同時覺得自己很幸福的就是 我們這次演唱會的團隊是很有生命力 就是這個氛圍也非常之好 就是完全感受到大家那種想做好一件事 而一起去齊心脅力 所以我就覺得自己很幸福 因為其實大家都 坦白地說一句 就是大家都是做事而已 但是有時候做事要交個心出來 為了一件事 大家去由心而發 可能譬如我見到Caman哥哥去拍一些畫面 他自己都會由心而發這樣笑 那些我是很感動的 也都很感謝他們 你的演唱會有超多件衣服 那會不會是這麼多的鏡仔之中最多的 或者你最喜歡的一件 你自己有沒有選擇 那些衣服自己也有選擇 那當然首先要多謝造型師Charles 所以找到這麼多衣服回來 那其實我們fitting也fitting了很久 fitting了很多次 還有每天都有新衣服 所以真的覺得他很厲害 而我們的衣服就是討論 當然他不會覺得這件衣服你穿 而是他覺得這件衣服你覺得怎樣 然後我們有幾個衣服 然後我們都一起選擇 這一部分你覺得搭哪一部分多些 這套衣服你覺得搭哪一位嘉賓多些 因為我們每次去到嘉賓的環節 其實都是不同的衣服 那可能我會覺得這套衣服可能搭哪一位嘉賓多些 那我們會這樣討論出來 所以我們是一個團隊 其實當我自己的歌足夠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寫了好多好多歌 只不過還未出得完 那如果我相信當自己歌曲的數量夠的時候 就可以達成這個 那所以其實很有信心 和也都很期待這一天來臨 我們現在就透過音樂認識 透過音樂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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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透過音樂認識 我覺得是要歸功於 也都很開心 是這個show的音樂性很強 那我相信喜歡聽音樂 是不同層面不同界別的人士 都會喜歡享受音樂的 所以我覺得是音樂Gather大家一齊來的 都真的還有衣服還未穿的 我們 有多少衣服 沒有數過 但是的確是穿不完這衣服 所以真的要多謝Charles 我會穿多些短褲子 唱作人 是 短褲子 其實我自己都常常穿短褲子 那我覺得其實 as long as 那個造型 差不多就ok 我又不會抗拒穿什麼 不穿什麼 謝謝 謝謝 謝謝